我這個我看了就好好害怕 這不是紅油嗎好多喔 那是什麼 黃猴嗎 黃猴這個是黃猴 黃猴來 黃猴也來下辣的 丟下去好了 應該一燙一下就好了 黃猴黃猴 然後不到黃猴 喔有有 有點像 這是他們必吃的 嗯它脆的其實口感還不錯 對 脆脆的 辣椒辣椒 這就是黃猴黃猴 牛的食道吧 是嗎 不是牛的 就是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專業的人 講真的我就不知道 這個在在地的很不在地 從小吃到大不知道什麼 這個東西 吃到好吃 好脆好脆 跟著用這個好吃 沾這個有點好吃 可是手也很快 又是 我覺得我吃辣的那個 容忍度又提高了 我們來這邊吃了之後 吃了五天都 我就說我都要吃辣的 馬上 馬上Google 黃猴黃是 它叫什麼大血管 大血管 你看 是豬牛 主動脈 心臟的那個 血管 哦 我大概知道了 就是你吃豬心的時候有沒有 嗯 對對對 脆脆的那邊 哦 可是有這麼長嗎 血管 血管蠻多長的 大動脈 這是牛的對不對 黃猴是牛 有 這邊還有一個辣的 我已經吃一個了 我要吃 你要沾一下 有點 流鼻涕了 流鼻涕了 豬黃蠔長度六十七公分 牛黃蠔至少一米以上 那應該是 應該是一米以上 然後他們的主動脈好長 很脆哦 超脆的 我看進去那個味道真的很香 對啊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而且他那個辣絲吃進去之後 還會出來 慢慢慢慢那個味道會慢慢出來 香油啊 好香 下面那邊有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毛牛的那個 那個牛肉的下面 這個啦 這邊對 這個 有幾塊 貓牛 貓牛肉 我們在西藏也吃了蠻多的 多吃點菜 三桶燙 這樣一盤才八塊錢 超便宜 超便宜 這麼大盤 都可以這樣一口 就是 我們就沒看到 那邊 要來 這個 這個 感谢观看